Hello,我是Nina,我们今天继续来讲解Cherney 599练习曲第27课 这一课我们在旋律部分的弹奏的音域在钢琴上已经超过了一个8度 所以它的跑动的音域更宽广了,我们要注意一下 在弹奏练习的时候会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是要注意右手旋律部分的长连线 连线没有结束,中间的音都是不可以断的,不可以进行呼吸 第二个重点是左手出现了鼠七和弦 我们在弹奏的时候要进行单独的练习 好,我们先说第一个小的重点 右手旋律部分的长长的一个大的连线 我来做一下,一定要贴键进行相同的弹奏 三个单位它都是相同的音 完全一样,然后我们开始进行向上走了 到这的时候我们一个完整的乐句才结束 进行到下边 一二三这样去做 所以前半部分的练习一定是先慢一点点进行速度的提高 从第二行的第一个小节开始 我们就要注意它有一个执法的转换 这个是我们首先是必须要严格按照执法来做的 第二个就是一定要进行单独的练习 它是由一个二指开始的一个音发 进行相同音的一指五指的一个替换 所以我们一定要是一二一二先进行断奏这样的练习 实际上我们在乐谱看到的时候它会有一个连奏 所以要求你一定要贴着快速的不要离间 二三快 这样去做 一定要单独的由慢到快这样的一个练习 后边呢还是注意一下乐句的弹奏就可以了 我们来说一下左手部分第二个小的重点 就是鼠七和弦 开头的就是一个音程的一个断奏 一二三 一定要记得下弦是下到底 然后进行一个反弹 鼠七和弦 一定要把你的手张开 都扩开了 建议持法 阿蘇西外奏 五三二一或者是五四二一根据你自己的习惯都是可以的 他也没有进行一个强制的执法标 这样子可以先进行这样四拍或者是两拍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弹奏 中文化这个弦 因为鼠子上它是一个断奏 然后可以是两两的进行 三个弦加到第四个弦 起 一二 往上 三四 我们要进行单独的这样的一个练习就好 剩下的就是还是三和弦 和弦三个弦的和弦这样的会比较多 也都进行断奏弹奏的方法也都是一样的 好了 今天的讲解就到这儿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